佛法离不开因果两字 谁种什么因让他自己去受 你没有办法去救的 唯一的只有放下 所以佛法借讲放下为上 放不下又种因了 这件事情放不下就一直背着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为什么叫背因果呢 你永远不能忘记 你就一直把业背着 比如你一直记恨这个人 最后你就一直把他的业障背在身上 所以你的智慧和本身的因果也在改变 师父还说 就像学人家口吃一样 经常学 学到后来自己就会口吃 经常背叶 背到后来果报就会越来越大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墨学有缘 在2014年6月遇到心灵法门 就立刻顿悟 开始读经书 但我业障太重 自己没修好 家人至今还没信 阻碍重重 我一直背着家人在念经 念小房子还债 三八妇女节那天 我牙齿痛得难受 根本没法咀嚼东西 俗话说 牙痛不是病 痛起来真要命 我的意念告诉我 有没超度走的孩子 就在心里面求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帮助我传达我名字的孩子 给我宽限时间 我会尽快念小房子超度 同时也在心里面求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和大慈大悲 卢台长师父救救我 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眠的我 看着旁边熟睡的先生 悄悄拿起手机耳塞 听师父的录音 师父的铿锵有力的白话佛法 和问答很有穿透力 刹那间我额头冒汗 我使劲用牙齿咀嚼下 哇 真神奇呀 我的牙齿不痛了 也不肿痛了 我还想第二天去看医生 结果不用去了 欣喜若狂的我 使命在心里面 给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和大慈大悲卢台长师父磕头 我看一下手机时针 已经指向三点四十分了 我关掉手机赶紧睡觉 第二天还要上班的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合萨太慈悲了 我六点半起来 边做饭边做功课 头上一阵阵发麻 我知道又得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合萨的加持了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上周母亲从外婆家回来就冷得直打哆嗦 也是从这天开始身体有变化的 浑身无力 站一会儿就腰酸背疼 嘴巴没味道 喝水和饭量明显变小很多 吃了东西就会一直打嗝 在这种情况下 我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说 作为子女一点孝心 我以自存的方式给她念21张小房子 并在19日那天给妈妈放生500元的鱼 妈妈自己也拿出来了400元放生 这才过了几天呀 妈妈身体已经恢复往日了 精神也好了 给妈妈念小房子 妈妈是不知道的 她知道是观世音菩萨保佑她 我现在每天让妈妈听师父的广播 她每次说 困了一听广播 睡意全无 有时一边听还一边说 师父太累了 太辛苦了 我现在为妈妈每天念心经 希望不久将来 妈妈也能和我一起修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非常有信心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春节来临的除夕 我在自家的佛台上上头头香时 在心中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新学期的教学工作能如愿 我因为夫妻两地分居 我希望在家乡的学校领导 能帮我将客户集中安排 希望新学期工作能轻松些 我就可多点时间 留在我丈夫工作的城市 我可以安心地学佛送经 但我不好意思去和排课的领导 说我的心愿 怕给他们增加麻烦 也怕被回绝 我就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客户安排 能如我心中所想 我愿做法不师 让更多的人增加学心灵法门的信心 这以后我就一直诵经 放声 给排课的领导念心经 念姐姐咒等 在课表正式出来前一天 我在校门口遇到了排课的领导 他主动告诉我 已经排好了我的客户 我听了不太满意 就请他能否修改我想上的客户 他答应下午再考虑 我回家立刻诵经 求菩萨保佑我能上满意的客户 第二天课表领导时 看到新课表排的却是我心中满意的 想上的客户 我再次印证了心灵法门的神奇 是菩萨安排我在校门口 遇上排课的领导 否则我怎么能如愿 客户也比上学期轻松多了 我有更多的时间诵经 和我先生在一起 也可督促他诵经 我在心中更加坚定了学佛的信心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还要和大家分享我女儿的事 我女儿担心她英语六级考试能否过关 我就在家佛胎前 帮我女儿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她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能顺利通过 我许愿帮她放生 念小房子和做法布施 今年她顺利通过了考试 学心灵法门两年来 有很多灵验的事发生 我深深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君洪台长弘扬的心灵法门 愿更多的有缘众生 能早日学佛 愿心灵法门让更多的人受益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第二大的富豪 他的名字叫 安南达克里斯南 他拥有81亿美元的身价 他的一个儿子 独子 18年前 放弃了一切城市的虚滑 和荣华富贵 顿路空门 他在泰国森林里 引修 他的法号叫 阿江斯里帆洛 自从这个 阿江斯里帆洛 顿路空门 被媒体知道 是大马 第二不好的独生子后 网络上 红把影片 点几率飙升 他为了寻找人生的真谛 放弃家业 追随佛法 成为一个出家人 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是个泰国人 英国留学 他曾经从事新闻工作 这个阿江斯里帆洛 他现在出家之时 只有二十多岁 一个现代版的 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释迦财万贯 如佛云 追熟救度众生 这就是我们 学佛人的榜样 这就是 视人间为虚无 我们的心中 才能找到 真实的自我 你要想拥有财富 你是要永远拥有在心中的精神财富 想要拥有真正的自由 你只有从内心 开始修正自己 知足之后 得到的是拥有 拥有只会在精神上得到 而永远不会在物质和物欲上得到 所以我们要拥有一颗 慈悲善良 无私的心 我们就拥有了一切 就如我们经常说 舍弃的烦恼 你才会拥有幸福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无意造音 亦受报 因果面前 无人逃 解脱 放下 事为上 心无挂碍 离业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